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今晚的一級賽馬方情色 明天沙田馬場將會上映今季最後一場一級賽 渣打冠軍棋姐打杯 這一節先不要說那幾隻馬 看一級馬王爭霸戰最新形勢是怎樣 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了 你知不知道星期三發生什麼事 我選騰龍超迎 Q是飛雲補答有型彩 終於趕過Simon幾百分 但還有兩個賽日 現在創業難 手業更難 因為這傢伙是一炮可以堆壞你的 所以希望 可能是我堆壞你的 我知道 都有可能 但問題是 Simon因為他兩個月都是冠軍 我自己都希望做一次 還有27日和30日 希望可以頂到最後 楊師兄 希望我可以刺穿一下 楊師兄 那你也有2600多張 沒有啦 我真的沒有什麼盡象 你如果選擇冷的 要選擇冷的 也要選擇冷的 要選擇冷的 也要選擇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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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當我幸好27日 真的可以比較靠冷門 但30日我也要補的 希望可以頂得住 跟大家再說一次 如果訂閱我們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就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每個月最高得分的用戶 可以得到1000元的現金獎 而第二名可以得到我們MIHK的QPON 價值200元 可以回來 講跑道形勢之前 先問一下富仔 你看馬 看了這麼多年 有沒有什麼馬名 你覺得很好笑 覺得很特別 突然間問起 很明顯我跟他沒有配合過 對 這裏我實在想起 沙拉經常說一件事 什麼橄欖系 這個不是沒有的 即將來會不會有橄欖系列 但如果說真的 自己喜歡可以不可以 喜歡可以 其實我今年都很喜歡 什麼10 什麼80 70 50 這些很特別 原本一條蛇 90退出 現在已經斷了 對 以前也喜歡什麼 燈膽寶 什麼寶 什麼寶 很有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寶字很多 其實不是 大家記得燈膽寶 很好笑 燈膽寶 很順口 有時候比較喜歡馬名 很順口 有些都很巧口 有些很巧口 但是你巧口真的不會忘記 即曲軟風 但我自己發現 你改馬名很重要 成不成為GOOD ONE的聰明馬 名字都很重要 還有什麼條件 不知道 我最喜歡GOOD的話 我真的很喜歡 熊心威龍 我真的很喜歡 他的名字很帥 然後你再想一下 那些什麼步步友 那些感覺來講 好像真的像馬王名 不知道 可能我私人為主 你講到熊心威龍 我又想講 話說有一年的日曆 是拿馬來做主題的 你有沒有印象 沒有 沒有 那個日曆 有給我 沒有 很久之前 我自己也沒有 我跟攝影師進去拍 熊心威龍是第二隻 還是第三隻拍的馬 很搞笑 即是你看報道 馬主說他很乖 他真的很有性格 他真的 你跟他搞了很久才讓你摸 即是有些不是的 平時是怎樣 你騎馬就知道 站在那裡 扎行馬 他問你兩下 就可以 當然有些比較熱情的 一來就行了 你屯門騎出我學校發達心聲 是呀發達心聲 那隻是人人都可以摸 他為什麼很有趣的發達心聲 就是你一走過去 你拿電話 雖然他是很友善的 你一走過來 他一定會 你看耳朵 那些人真的會不喜歡 你走過去拿電話 他會看鏡頭 這才特別 是嗎 你下次走過去 你拿電話 他給你拍上去 他知道 我的朋友養了一隻金毛 跟他拍照 他會笑 馬 狗 會笑很可愛 真的很搞笑 一些動物的東西 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 經常留意一下 那些馬名 現在譬如有比卡超 有輪超 閃電王 全部都是卡通片 我記得很小時候 有杜拉格斯 有格古諾 龍珠 有看過 格古諾 如果不是有格代遺傳 不知道格多代 杜拉格斯是多久 很久 9X 如果不是我真的 但是 那兩隻都是低班馬 對 所以你剛才說 馬名是否很重要 其實 也有機會 很重要 我自己覺得 你跑組合的那一班 有時候你會感覺到 那隻馬是否 譬如說 馬克羅斯 這個名字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 很順口以來 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我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馬克羅斯是甚麼意思 問問馬主 但是 可能是說彩爾 出來的馬 全部都是好馬 但是 那些感覺上 馬克羅斯 雖然一旁來的時候 還未說是很大的狀態 但其後其後的進步 真的馬忙 你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先入圍主的感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知不知道 有隻馬叫 招五萬九 我知道 剛剛看了 很搞笑的 你有沒有看過他試襲 那個白鼻樑是大到這樣 是剛剛眼睛頂得住 那天試襲戴著眼罩 流了那些白鼻樑出來 很搞笑 不知道星期三跑得怎樣 其實近代的馬匹 那個名字都很風趣 現在越來越風趣 剛才你說招九馬五 是招五萬九 是招五萬九 就是OT 沒有意思 那下次會不會開這些名字 如果你的馬馬已經是這樣的名字 下一次就會叫 招一招 可能招一招 不知道 為什麼我提出這個問題 話說今天公佈了一些新的馬名 有一隻馬名叫 哪個哪個 我知道 我看到 對 平台上很多人都說 那些東西是哪個哪個 如果我召喚馬的時候 怎麼說 很特別 哪個哪個 現在說 哪個哪個 就是莫雷拉奇的 因為是馬賽若翰 所以其實那些馬名 有時候都挺有趣的 但是你申報這些 你弟子去改馬名 其實 他會不會批的 他本身某一些名字 會不會批的 但是如果這些哪個哪個 都批得很特別 我覺得 譬如 如果是 傳銷自己的公司 那些就不行 譬如美麗那些 如果拿了他的公司的名字 就不行 所以 都要想一想 不過很有趣的 澳門 他改的馬名 那把尺 就沒有那麼闊 抱歉 它比較闊 澳門有一隻馬 以前退了譯 叫做M頻度 是真的那個M 英文行頭 然後在後面就是頻度 那特別解釋 你再譯英文 其實就是 一間公司的名字 所以 其實每一個地方 條例都不同 現在你都知道 香港馬名 是兩個字到四個字 十八個英文字母 但是你知不知道 在業餘的年代 試過有一個字的馬名 和五個字的馬名 五個字的話 都真是 都挺巧合的 估計叫 棉雅 棉面雅 棉胎的棉 棉雅 棉雅 棉胎的棉 棉胎的棉 然後雅是雅雪的馬 很可憐 轉彎的時候 棉胎 什麼 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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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轉上來 最後直路的時候 都在前面 哇 你真是一堆嘴 另外有一隻馬 一個字就是 森的 單字一個森 森跑過森 棉跑過森 那馬主 不是成亞洲嗎 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 因為我是在圖書館 借了簡而清的賽馬 什麼話舊 那本 都挺多有趣的東西 如果反過來 將來 楊鑫 做馬主 你會建造什麼系列嗎 我想不會 可能每個都不同 每個都會不一樣 因為 其實 例如 你改那些馬 我經常都擔心自己記不清 例如 你不同色 灰色 綠色 大白鼻 你都可能認得到 如果每隻都中式 不看著落號 你真的記不到 那是 但我都在想會不會用進字 走投呢 應該不會 什麼進 我小時候真的有想過 我想會不會這隻馬叫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 想的 我原本很小時候 想這隻馬的馬名叫順天翁 是 順天翁是雀仔 真的出現過這隻馬 但六班退役 跑了幾場是三零部隊 有些是講老禮 如果之前那隻獎金是零的時候 就不要搞 那是 例如明天出賽 那隻陽光 你知不知以前那隻陽光 是幫呂建威 第二跑 香港短途錦標 是一到以為有得贏的 那隻就好像很好 所以 其實是同一個馬主 過七年之後 用這個名字 我想 他都有些想法 希望想再保持下去 是的 所以 那些時間又催 不要緊 第二節跟大家講一下 今次A跑道的形勢 這一節的朋友 跟大家講一下 是 只有一隻馬追到 上次有理共賞 稍後回來再見